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六萬大獎 二姐江蕙高亢嗓音 唱著九號的心聲 位為台語天后 在台灣可以說是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博沈玉琳卻爆料 十五年前有位助理 有言不識泰山 竟然跑去問江蕙本人 這首歌該怎麼唱 開門進了一個小房間 看到一個人就進去了 然後就跟他說阿姨 我能不能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歌你會不會唱 就把那個歌詞打開來 那個所謂的阿姨來看 還真的唱 三民愛して 就唱給他聽了 然後這個助理就說謝謝... 哪知道那個所謂的阿姨 正是江蕙本人 助理不只不認識江蕙 還大叫江蕙阿姨 二姐不以文藝大方 交唱九號的心聲 讓一旁的化妝師 笑翻了 沈玉琳知道後 連忙帶著助理 配不適 這車已經塞到這種程度來了 是 只有一條路 馬骨 是說什麼 上節目跟張飛合言短劇 江蕙對於題材來者不拒 沈玉琳說雖然二姐很驚 但是配合度很高 有時候要他配合演一小段戲 通常他也都從善如流這樣子 會盡力滿足我們的要求 堂堂國寶級唱將 卻被節目助理當成路人阿姨 還被問酒後的心聲怎麼唱 應該也是即將封麥的江蕙 44年的歌唱生涯中難忘的回憶 記者 黃英文 劉亮亨 台北報導